好 開始 現在我要講解怎麼用這個DI-MAX這套軟體 廠商提供這套軟體來測試這個盤子 到底功能是對的還是錯的 可以嗎 那當我們把這個USB線插上去之後呢 這個程式就會抓到這個板子了 可以嗎 那你看一下這邊有一個綠色的 有一個Device and Interface Device and Interface這個 然後前面一個三角形我們按下去 然後這個這邊有一個N9 Airbus 2 Device 1 這個就是這張板子可以嗎 如果有抓到這個就代表電腦已經抓到這個板子了 這樣可以嗎 抓到這個板子之後呢 我們現在這邊有幾個按鍵 你看一下這邊帶一下這邊 這邊有一個SAPE TEST 按下去他會自己測試一遍看是不是接線是不是對了 可以嗎 來當我們按SAPE TEST的時候 然後這邊在Active燈會閃一下他會測試這個板子 連接線有沒有對可以嗎 他會自己測 好 那這個測完沒問題我們再進入這個Safe Calibrate Safe Calibrate 是自己校正裡面的值是不是對 可以嗎 我們再按一下他會自己校正 一樣 他在校正過程中 這個就會反白 代表他在校正了 然後這個燈會恆亮 校正完之後呢 這個燈就會關掉 這個就不會反白了 他現在在校正 他要花一點時間 他在校正裡面的值 抓到的值對不對 對那些值我們之後會上 那今天不會上那麼多 好 現在校正完了 有沒有看見 現在校正完了 這個燈不見了 這個沒有反白了 那校正完沒問題之後 我們來測試這個面板 測試這個面板 面板的輸入輸出控制 他提供這個程式 讓我們來測試這個面板的輸入輸出功能 對不對 我們今天這節課只介紹 DIO的測試 數位IO的測試 可以嗎 好來 那我們先選 這邊其實有四個功能 一個是類比輸入 一個類比輸出 一個數位IO 還有一個counter 那我們今天先測數位IO 因為這是最簡單的 點了數位IO之後 就會跳到這個畫面 請你代進一下這個畫面 可以嗎 就會進入這個畫面 好 那 他總共這個port有24隻腳 總共這個port有24隻腳 24隻腳可以一次控制 可以嗎 一次控制輸入或輸出 我們也可以把